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續嚴峻 19日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公佈 深圳6063例確診 初步確診達到7400例 情況繼續惡化 令公立醫院超負荷運作 目前平均每位醫護人員要照顧數十名 甚至百名患者 有醫護情緒崩潰 評論指 由於染疫人數遠超預期 導致公立醫院病房爆滿 病床短缺 染疫市民無法照顧 不少病人躺在醫院外露天設置的臨時章逢內 據報導 有一位90歲長者初步確診後 躺在醫院外三天仍未輪到福檢 家屬亦被禁在旁陪伴 事件曝光後 醫院被軍藥代長者 醫院被形容為難民營 同時短缺的還有前線醫護人員 明報報導指 D先生是伊麗莎白醫院急症室護士 他表示部門夜班只有兩名護士 照顧近一百名病人 上班八小時內 沒有時間喝水如刺 下班後累得無力說話 但同時看到大批市民在戶外 風吹雨淋等候 令他和同事連日來身心幾近崩潰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苑霞表示 大部分在急症室外的病人 是在等候檢測結果 但檢測流程複雜 最近香港降溫 天氣寒冷 在室內可以用的地方已經盡量用 理解病人在室外等候很難受 但近日急症室病人湧入量大 期望病人可以理解 患者人數急增 醫護染疫更令人手拔上加根 D表示 他工作的急症室部門一班 原本有十多人輪席 但接連有護士請病假 現在一班僅剩約五名護士當席 夜班時只有兩人當席 加上急症室患者多為長者 比一般病人需要更多照顧 晚上護理人員要為患者檢查 衛生指數、派藥、餵飯、換尿片等 他坦然照顧一百名病人 五個人都做不到 更何況只剩下兩個人 不過令他們最難過的是看到市民的淒慘 D曾經在下班回家突然痛哭 也有同事在照顧病人期間流淚 由於人手短缺 有高層多次致電問D是否可以加班 D認為承受不住更多壓力而沒有答應 D批評政府抗疫不力 令醫護和市民一同受苦 醫院不夠病床 某晚原定接收40人的房間 擠滿餘80人 D說曾經有快刷陽性的母親 淚流滿面精不育回家 擔心感染子女 D即使百般不願 也只能按政府要求 建議沒有病徵的母親回家等候核酸複合結果 他形容當時的情形 好像逼那個媽媽帶病毒回家 但又很無奈 他批評為何要市民、醫護為政府埋單 時事評論人道耀明詐文指 香港的病例檢測遠遠落後於需求 上萬密切接觸者被迫居家隔離 以千計的確診者在家等候多日仍未被送院 觸見香港的醫療系統已經不升負荷 加上無法追蹤的病毒傳播鏈多不升數 大量病毒源頭和傳染網絡均無法查證 此刻動態清零根本做不到 更不要說徹底清零了 他認為疫情並不以執政者的主觀意志而轉移 形容香港目前正陷入與病毒共存的狀況 他指出 許多國家如新加坡 每天Omicron的確診人數過萬 當地政府都選擇與病毒共存 因為數據證明大多年輕患者 和已經注射疫苗患者的病症較輕 可以自行隔離 但是香港政府除了大肆測染病毒傳染力高 需要動態清零外 卻不會安定人心 都要明逐止 即使港府大搞動態清零 也應該課真價實 配備充足人手和資源 枕尿竹耕見酒 衛風強檢要市民輪候多個小時 隔離和治療的病床供應嚴重短缺 社會陷入恐慌 醫護前線也陷於苦戰 當局迫於形勢 抗疫由集中防禦和治療變成居家抗疫 動態清零已經名存實望 他認為動態清零 除了動用大量資源 令社會為此付出高癌代價 其成效也誠意 即使做到全民檢測 逐一將確診者隔離 代病例歸零 社會又再重新開放 除非香港在清零後 永遠與外界隔絕 否則病毒總會捲土重來 他質問到時是否再來一次全民檢測 清零後再開放 周而復始 沒完沒了 今日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罕有就香港抗疫工作發出重要指示 要求特區政府 將盡快穩控疫情 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今年 是香港特首換屆選舉之年 為在習近平抗疫壓倒一切的指示下 特首選舉也要讓路 18日 林鄭月娥宣布引用緊急法 將特首選舉押後至5月 一屆時疫情未緩解 現任政府可否延任 在18日的記者會上 林鄭形容目前香港 面對兩年來抗疫的最嚴峻局面 形勢危急 在保障公共衛生和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下 特區政府要集中精力處理疫情 又指今年2月以來至16日 香港共錄得15,139宗確診個案 相當於過去兩年確診個案的總和 確診人數劇真 挑戰特區政府抗疫鏈每一個環節的應對能力 林鄭續指 雖然特首選舉僅涉及1,462個選舉委員參與投票 但選舉本身也會帶來一定的疫情風險 而且在社交距離限制下 候選人無法正常進行參選工作 例如無法見選委爭取提名和支持 無法與公眾見面宣傳政綱和理念 也無法與傳媒互動回答問題 稱因此會對選舉的公平、公正和公開造成影響 同時也會削弱選舉的認受性 新提名期將於4月3日至16日展開 投票日子定於5月8日 林鄭稱新提名期為期14日 從提名到選舉 候選人有21日的時間做參選工作 而且從5月8日至7月1日期間 候任行政長官有足夠的時間組班 如果疫情戒時沒有緩解 特首選舉會不會再次押後 林鄭稱期間港府有白州抗疫 認為在北京的支援下 對4月3日前疫情得到押制持樂觀態度 但也不排除押後特首選舉 但同樣要兼顧14日的提名期和21日的選舉期 不過後任行政長官或沒有足夠的時間組班 對於新特首可否延遲至7月1日後上任 換言之林鄭政府延任至7月1日後 林鄭表示如此重大決策當由北京拍板 並補充說北京既然支持香港抗疫 認為北京會有解決方案 香港01引述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指 抗疫是香港首要工作 其他會影響抗疫的事情都應該各自 以免分心 尤其特首選舉 可能有候選人要負責抗疫工作 更加會造成影響 當局應該研究如何安排 在林鄭宣布引用緊急法押後特首選舉前 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曾建議 由全國人大作決定 延任本屆政府任期半年至一年 待疫情受控後再舉行選舉 另一行會成員湯家驊也指押後選舉 又指如果選舉推遲一年 下屆特首的任期會很大機會 非從五年縮短至四年 習近平在指示中要求特區政府 切實負起主體責任 可解讀為現政府要為防疫不力負責 這就引發即使今屆政府得以延任 也要換特首的聲浪 港媒香港01指前特首梁振英陣營中有人指 如果未來一兩個月 在北京的支援下 香港疫情仍然不受控 港府高官責無旁財 即使延長現屆政府任期 也不一定由林鄭掌舵 可由政務司長尼家超處任特首 在18日的記者會上 被問到今次押後特首選舉日期 是否得到北京同意 林鄭月娥表示 過去四年 自己一直就香港重大事件向北京回報 去年人大訂立的新選舉制度 也規定特首要向中央回報 稱今次押後是得到中央同意的 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的25週年 按照中共思維 今年七一須舉行一次重大慶典 因此新一屆特首 能否在七一當日就任就成為關注焦點 有資深建制稱 雖然很多人提出不同方案和建議 但背後各有算盤 但所有人都知道 最終決定權在北京手中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峻 每天新增確診患者人數躁增 及香港公立醫療系統帶來巨大的壓力 李嘉誠基金會宣布 該基金會首階段捐款3,000萬港元 用以支援私家醫院接受公立醫院非新冠病毒病人 香港電台2月19日報道 李嘉誠基金會宣布 為了支持香港抗疫 以及舒緩本港公立醫療系統巨大壓力 該基金會將在第一階段捐款3,000萬港元 支援私家醫院接受來自公立醫院的非新冠病毒病人 李嘉誠基金會稱 目前參與該基金會發起的協助計劃的香港私家醫院 養和醫院、港兒醫院和中文大學醫院等 經過私家醫院與港府協調定案後 基金會會公布詳情 香港東網報導 由於本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有人建議私家醫院幫忙接收公立醫院部分 被迫延遲手術等非感染新冠病毒病人 緩解公立醫療系統巨大壓力2月19日 養和醫院宣布 該醫院願意幫忙接受來自公立醫院的 非感染新冠病毒病人 如臨產孕婦等 自從香港疫情爆發以來 養和醫院維持日常瞞診和專科醫療服務 也提供一些疑似新冠肺炎症狀求診者快速測試和病毒核酸檢測 儘管醫院人手緊張 但還是維持24小時醫療服務 無稁渡和 pessoal simon 醫院 燈